下着大雨民众挤在火车站外接送区有名黑衣男子若无其事混入人群中 原警小跑步跟着过来看了一眼确定没错人就是那名失联的移工 挡在前方防止他离开 只是发现围怪的警察越来越多就怕这次真的逃不掉才刚准备要跑 还是来不及被压制在地 失联工情绪有些激动不断想要挣脱远景的制服 但一个人的力气这么可能抵得过大批警力最后还是被带回 上了警车终于结束这场惊魂 站在街中区里的民众随手拍下这一幕 这也就是桃园中立火车站前每逢周末假日人潮众多 也是外籍一共约会逛街聚集地 在7号晚上7点多 证明22岁越南籍邓姓失联移工出没鱼刺 在年前来台工作 没多久离开申请的工厂到处打零工 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投案出面打疫苗 只是当时国门关紧币不可能遣返 这次刚好遇上蓝茶被逮 本分局昨日执行茶器失联移工 寄于防治外籍移工酒后滋事情务 在火车站前盘查一名越南籍22岁邓姓男子 周末晚间共逮了4名失联移工 而失联移工从十几年前的1万多人 到现在增加到5万多人 邓姓男子是众多失联移工被逮到的其中一人 现在移请移民署收容前返回国 TV新闻邻居王思泉桃源采访报道 拜拜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